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天豪公开课 今天要来说说民国第一案 刺杀宋教人事件 众所周知 这个案件百年来扑朔迷离 众说分语 有各种不同的说法 官方说法建于教科书 可是民间呢 你再往随便查查 就可以看到有各种不同的方案版本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今天我们一起来解决 不过呢由于这个案件相当复杂 影片时间会比较长 还有啊 我希望能够留给大家一点思考的空间 所以呢这个影片会分成上下集 别急 我知道有些朋友听到这边会开始拍骂 又要掉胃口 这个影片的上下集 我是在同一天制作的 所以我估计当你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呢 我正在电脑前面剪片剪下集 所以两者相差不会太久 你应该很快就会看到 好了那么上集的内容是什么呢 上集呢我会说说官方版本 其实官方版本不一定有问题 只是它有些疑问 而这些疑问需要靠更多的史料来解答 所以下集呢就是更多史料的版本 希望各位可以从上到下依序来看 这样会有比较多解谜的乐趣哦 好 有两种很难侦破的谋杀案 第一种是那种找不到凶手的 比如名侦探柯南故事中最常见的那种密室推理剧情 这种案件通常都发生在密闭空间之内 乍看之下没有凶手跟凶器 所以必须靠侦探抽丝剥剪 推理出可能的犯案手法 不过这次要说的民国第一案并不是这种案件 刺杀宋教人的凶手跟凶器很快就找到了 案件的侦破也非常顺利有多顺利呢 三天就破案了 是的你没听错三天就破案了 但是也是这种超乎寻常的顺利让人移动重生 所以这件三天就侦破的案件百年之后 真相仍然沉迷 这场案件到底有多复杂呢 非常复杂 所以我们得先按照官方版本的破案报告来解释一下 让大家理解其中的人物关系 不然后面的故事你听完之后可能还是满脸的问号 首先让我来解析一下官方版本破案报告的人物关系 注意这里说的官方指的并非是袁世凯的那个官方 而是租借寻补房 听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有点疑问 为什么如此重要的案子要由租借寻补来查呢 答案很简单也很心酸 因为主要嫌疑人应贵新家住租借 上海徐家贿赂20号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现在是租这里的 在当时的中国租借拥有行政自治权和治外法权 中国人不得干涉 所以这场案件只能由租借寻补房来断案 至于租借寻补房的办案能力如何呢 大家看了下面的报告 大概心里就有数了 内容很复杂 所以我们用人物关系表来呈现 相关的当事人呢 有六个人 其中武士英是行凶者 王阿发是告密者 应贵新是执使者 洪术祖是主谋者 赵炳君跟袁世凯是可能的主谋者 他们的关系呢如表格所示 如果各位有兴趣呢 可以暂停一下看清楚 然后是寻补房版本的案情简介 一 袁世凯迟迟属下赵炳君去杀宋教人 证据是口供 没有其他证据 二 赵炳君找了属下洪宿主的属下应贵新 去杀宋教人 证据是口供 加上往来电文 三 应贵新先找个不熟的路人王阿发 去杀宋教人 王阿发拒绝 证据是王阿发的口供 这里多说两句 这个王阿发在不少史料中是写成王阿发的 我不确定在上海话 发跟发是不是同音 如果有熟悉上海话的朋友 可以在评论区帮大家解答一下 四 应贵新再找个更不熟的路人 武士英去杀宋教人 结果就成功了 证据是武士英的口供与胸腔 有点复杂对吧 那么为什么能破案的这么快呢 三天就破案了这么大的案子 因为有人帮忙 根据学者的考证是这种情况 国民党人陆慧生张秀全邓文斌向巡捕房举报 硬贵新是主谋 武士英是杀手 古董张王阿发可以作证 而且这些热心市民怕巡捕房的巡捕找不到证人 还顺手将污点证人王阿发带到巡捕房 然后王阿发就说出了他准备好的真相 以下我用王阿发的第一人称方式讲述 这样大家比较容易带入剧情啊 我是一个古董自画商 叫做王阿发 一个星期前我去老主顾 硬贵新家中斗售自画 没想到硬贵新居然问我 出一千银元杀一个人干不干 天地良心啊 犯法的事我可不会干 因此我就没有答应 接着硬贵新改口说 要不你帮我找一个杀手也行 随即把一张照片给我看了看 就杀照片上的这个人 一千元不是小数目 我实在是有点犹豫 但是人命关天啊 考虑了一会儿 我还是拒绝了这单违法生意 过了几天我在报纸上看到 有个名人被刺杀了 报纸上的照片 正是当时硬贵新给我看的照片 所以我就赶紧来报案了 巡捕房的人听他说的言之凿凿 也觉得比较可信 既然有了人证 那就行动吧 于是抓捕队伍在 国民党热心市民的带领之下 前往硬贵新经常光顾的某妓女家中 将其擒货 随后巡捕又在硬贵新家中查获了一把枪 后来金正石就是刺杀宋教人的凶器啊 然后又查获了一批秘密文件 是硬贵新 红书组 赵炳军三者之间的秘店 很巧吧 更巧的是 巡捕大队人马正在硬贵新家中 搜的热火朝天的时候 热心市民国民党人陆慧生忽然高声举报 抓住他那个人就是武士荫 是的 当时硬贵新家门外有个行迹可疑的男子 抓住后一问 居然正是武士荫本人 就是凶手本人啊 巡捕房马上逮人 带回去第一件事情就是问他 你为什么自投罗网 武士荫的回答让巡捕们目瞪口呆 有神秘人士通知我到硬贵新家 找人报讯 然后武士荫自己就一无一时的招认出案件真相 宋教人就是硬贵新指使我杀的 后来在法庭上巡捕房的人表示 我们绝对没有言行逼供啊 根本没打没骂他就糟了 很妙吧 更妙的是一个星期之后 法官问武士荫同样的问题 武士荫居然当庭翻供 慈安和硬贵新毫无关系 是我个人出一位朝廷出害 所以动手杀了宋教人 最妙的是在说完这段话不久 武士荫在狱中就莫名其妙的突然死亡 他再也没有机会翻供啦 他的被捕是个谜 他的供词是个谜 而他的死更是一个谜 再然后硬贵新越狱逃跑成功 接着硬贵新跑到北京找袁世凯讨要酬劳 最后被袁世凯派人乱刀砍死 再然后硬贵新死后一个月 另外一个嫌疑人赵炳军也病死了 赵炳军的死因当时人都坚称是袁世凯派人下手 多年后赵炳军的家人斩钉截铁地说是自然病故 至此所有关系人全部身故 不过这并不妨碍上海租借巡补房结案 他们把我上述的剧情公之于众 然后宣布破案 由于理论上租借巡补房是外国人的势力范围 不受中国人的力量影响 所以理论上会很公正无师的办案 应该可信所以百年来所有教科书都采用这份破案报告 这就是大众所熟悉的刺杀宋教尔案的真相 你信吗 我不知道你信不信 反正我是不信的 本来呢说到这里接下来该翻案啦 各位观众朋友们应该也是这么期待的吧 不过呢我得打个叉 缓一缓暂停一下 讲个思考风格的问题 别怪我打断了大家的兴致啊 这挺重要的 在我们这个时代由于网络搜索的便利各种史料取得容易了很多 所以翻案文章的风气盛行 不信上网查一下各种原本已经有定论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成败得失 无不被人翻了个遍 比如说什么年少不懂李鸿章 如今方知真宗堂 还有什么魏忠贤不死大明朝不灭 甚至什么秦快啦吴三贵啦 凡此种种不胜美举啊 总之无案不可翻 方案到底对不对呢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说有证据的话那还真是无案不可翻 问题是证据的可信度有多少呢 网络文章跟影片肯定是比不上经过同行评议审核过的学术论文的 但是谁爱看这种引经据点的大部头论证呢 我如果把影片拍成那样那这影片大概也就无人问津了吧 可是呢如果揪住一些自认为很有道理的论据一顿自说自话 然后谢谢收看 那也就跟片点月的没啥两样啦 肯追踪关注这个频道的朋友显然也是不可能买账的 所以关于这件民国地案的分析呢 我们来分个上下集 就是一开始讲的那个概念 在这一集里面呢我把目前已知比较可信的资料都帮大家罗列叙述一遍 把案件的相关人物关系也都交代一下方便大家理解这个案子的本质 这其实就是本集前半端的内容 顺便呢也把现存的疑点都整理出来 方便大家思考跟评论 总而言之就是做到比较客观 然后在下一集中我再来说说我个人主观的看法 当然啦这些主观是有史实依据的 然后帮大家用我的角度拼凑出这个案件可能的前因后果 好了那我们就开始啦 首先分析一下那份巡捕房的结案报告 前面说的我不怎么相信啊 但这里的不相信呢指的是 关于行凶动机与幕后相关人物的涉案程度的说明 至于具体行凶细节那是没错的 因为相关人等都曾经递进去详细问过 那是没问题的 现在的问题是到底是谁主使的 本案是政治谋杀案 如果没能找到主使者 那无论行凶者是否已经复发 都不能算是破案 可惜的是这往往也是最困难的地方 这一点所有的政治谋杀案都不例外 远的不说整整17年前发生在台南市的319枪击案 有人会相信那个逆弊在安平港的 陈毅雄就是全案唯一的参与者吗 所以啦知道是谁开枪的并不够 我们必须知道是谁主使的 而寻补房的接案报告给出的动机太儿戏了 并不可信 整个行动看起来像是小学生编剧的网路短剧 演不到三分钟导演就急着要把凶手告诉大家的那种 我们来看看王阿发出庭的供词 你就明白我的感觉了 4月9号下午公审公堂第5次开庭预审 律师询问王阿发去应贵心家里的详情 王阿发是这样回答的 第一次去时系寿话 应饭曾言及有点事情相托 故第二次去时应问应饭何事相托 于失业后屡思某一职业 闻应饭言有事故意寻其何事 律师问 如第一次在堂上乘云二次 请说三次到底是三次十二次 王达 于说于自己一人去过二次 第三次是与姓邓的同去 律师问 如同姓邓的去时如何情形 王达 不见应饭就走 后宜此事关系太大 所以走吧 律师问 如到应宅之第一次 据次案发生约几日 王达 十日 律师问 如几时放到上海 王达 去年应立二月初间 律师问 如是国民党党员否 王达否 律师问 如是有人信邓的 是党员否 王达 然 首先 买凶杀人的应贵心本身是江苏住户巡察长 这是中央派给他的职位 还是中华共进会的会长 这是个政党 是个黑白两道通吃的人物 对了 注意一下 这是中华共进会 这是黑道 不是国民共进会 这个不是黑道 两者差很多 请注意 不要搞混 这个共进会里面有案底的职业杀手不下数十人 远的不说 在供词中出现的那个姓邓的本名叫邓文斌 他就是国民党员中的职业杀手 既然手底下杀手这么多 为什么还要找一个路人甲等级的王达发去杀人呢 而且在王达发拒绝之后 又找了路人以武士英去动手呢 再来 邓文斌身为国民党党员 有人要杀自家的代理理事长 他居中牵线 能且配合 毫无营救通报之意 如果说此人早已居心否测 刻意反骨也害死自家领袖 那么为什么案发之后 却又积极主动的配合路卫生等人主动举报 甚至胁迫自己的同乡王阿发 前往巡捕房 报案告发呢 再来 这个案件更奇怪的是 法官需要什么证据 国民党热心市民都帮忙准备好 案发后短短几天 人证物证人犯 全部都到齐 在国民党热心市民的帮助之下 迅速查获一件都不少 奇怪 宋教人被杀之前这些人一声不吭 宋教人被杀之后这些人积极奔走 怎么解释 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国民党内部人士 已经事先掌握了 硬归心和武士英准备动手的情资了 但是因为某种原因 他们密而不宣 这里甘息重大 所以说得清楚一点 从硬归心到王阿发再到武士英 这条买凶杀人的线索是很清楚的 问题其实是这两个 一硬归心背后有没有主使 二国民党人事先是否知情 根据国民党人的表现来看 这两个问题都是肯定的 那么问题又增加了 根据那些查获的情资 硬归心的联络人是红素组 那么红素组的主使者又是谁 背后的成绩有多高 有高到袁世凯那个等级吗 再来国民党人如果事先知情 为什么不通知宋教人早做准备 当然我有我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这是一件案中案 不卖关子 先说结论免得被大家骂死 我先说结论 根据我看到的史料 我判断的事情真相可能是这样的 行凶者武士英 动机失业潦倒拿钱杀人 死有余辜 影响是使宋教人阴言早逝 行凶未遂者王阿发 动机是失业潦倒意图发财 但是不敢杀人 影响是后来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真凶是硬贵心跟红素组 动机是为了暴私仇以及谋私利 影响是促成此一悲剧的真正凶手 帮凶有好几个 赵炳君企图以抹黑宋教人为手段 讨好袁世凯 袁世凯企图利用黑社会手段 抹黑宋教人搞政治斗争 陈其美得知暗杀阴谋却不通报 案发后借题发挥 借刀杀人 至于孙中山是否有涉入 史料不足无法判断 当然啦要做出这些结论 需要有足够的证据支撑 下期就来说说史料细节 别急你在看到这里的时候呢 我应该已经剪片剪得差不多了 很快就会有下集了 我们马上见拜拜